星期三早早 壹傳媒員工如常上班 中午開始下起大雨 風雨飄搖 傳出停運的消息 剛剛陸續有員工拖行離開 又將物品搬上貨車 壹傳媒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 決定蘋果日報午夜起即時停止運作 星期四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電子版也會在午夜起停止更新 稍後會公布員工離職和讀者訂閱的安排 另外香港科技員公司說 就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在將軍澳工業村的運作 涉及多項違規行為 已經按照契約條款 發出違反契約條款通知 啟動重修程序 同屬壹傳媒旗下的壹週刊 編輯部下午發出公告 說網站將跟隨蘋果日報 在星期四凌晨起同時停止更新 又說大時代下已經到臨終點前 壹週刊社交網站專頁又貼出社長 黃麗祥告別讀者的信 說有同事不捨 仍存有一絲希望 他只能斬釘截鐵回應 不要再有幻想 至於飲食男女 2017年由紙本改為網上版 2019年合併入《蘋果日報》 同樣逃不過停刊的命運 警方國安處上週拘捕壹傳媒五名高層 行政總裁張劍紅和總編輯羅偉光 被落案控告違反港區國安法 保安局並凍結壹傳媒三間公司 共1800萬港元的資產 壹傳媒這個星期傳出資金鏈斷裂 無法支付員工薪酬 即使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凍資金 亦沒有結果 多個組別主管商界離職 蘋果財經網上版、英文版等 先後停止更新 在下午政府人口普查記者會上 蘋果日報記者提問 相信是蘋果最後一條問題 東網記者南浩杰報導 那時候 一으면 自作為人口普查記者想要求解凍資金 那時 四十所有問題 在我想要求解凍資金 需要解凍資金